好的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要先带着大家伙来看一张图片 我们来看大屏幕 在大屏幕上这张图片啊 其实呢他是我的一个同事 他最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是说呢这个男孩子啊 年龄也差不多了 马上呢就快三十岁了 这个时候呢家里有点着急 着急什么呢 叔叔阿姨们说 结婚的事 是吧 然后呢他老家的爸爸妈妈呢 就一直在催婚 还给他频繁地安排相亲 可是这男孩呢 他就不想这么早成家 也不想把自己的人生大事 就在这个相亲当中解决了 所以呢他就特别的有压力 特别的焦虑 最近啊就出现了 浑身皮肤搔痒的症状 特别的痒 终于有一天呢 他实在受不了了 这个打算去医院 看看医生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呢就一边走啊 一边挠一边走一边挠 最后呢就把自己的后颈部啊 挠成了这样 看看是不是都有一点 这个掉皮屑了呀 是 对 大家觉得这个小伙子 他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家长这么催着 这么急着催婚 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了 那您觉得他这压力 怎么就反映到这个皮肤上 他应该得了什么病 您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呢 您觉得他这个压力太大 一上火有的 有可能就起这个 起浑身气要疙瘩 上火了有可能会起一些皮肤的问题 还有吗 我觉得好像是那种神经性皮炎 阿姨这答案就比较专业了 神经性皮炎 您觉得为什么是神经性皮炎呢 就像刚才那位姐姐妹妹说的吧 就好像压力大了 精神上那个分散不开 所以就那个什么了 您是从哪了解到的 神经性皮炎这个名词呢 也是有听一些健康保健的课 科普上头是吧 其实这位阿姨猜得特别 对我这位同事呢 她就是得上了神经性皮炎 对 大家可能要问了 这个皮肤痒呢 怎么和神经扯上了关系呢 有请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夏玉民 夏教授 大家掌声有请 掌声欢迎夏教授 夏玉民 医学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皮肤科主义医师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擅长皮肤疾病的相关治疗 在红斑蓝疮 皮肤免疫等领域 尤为突出 好 我们掌声欢迎夏老师 再次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 好 夏教授 我们刚刚说这个同事 阿姨说她是得了神经性皮炎 说皮炎嘛 大家都能理解 皮炎就皮炎 怎么还神经性皮炎呢 您跟大家先名词解释一下好吗 对 皮炎有很多种 神经性皮炎是其中的一种 我们从这个名称就看得出来 这个疾病呢 跟神经精神因素有关系 神经性皮炎 它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 就是神经精神紧张 焦虑 对 压力过大 造成的这种皮肤损害出现 神经皮炎的话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皮肤病 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皮肤病的 皮肤科的门诊里面 神经性皮炎的发病率是排前几名的 发病率非常高 前几名 那这个神经性皮炎 它有可能都在哪些部位发病的 因为我这个同事 它是手上 脖子上 然后肢体 四肢上面都有 神经皮炎的话 它有一些好发的部位 比如说四肢 就是我们四肢的身侧 身侧 比如说小腿的前面 还有胳膊 手背 比较常见的 还有一些的话 就是会发生于脖子 就是颈后这种部位 但是实际上神经皮炎 几乎身体上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发生 这样子 每一个部位都有可能没牵扯 那王医生猜猜 你说这个神经性皮炎有多痒 我没体验过 真的 夏教授给我们描述一下 神经皮炎可以说 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痒的 比较重的病人 他可以通宵地睡不着 全身都痒 越痒 越睡不着 我说我这个小伙子的同事 怎么会这么容易失眠 看来他肯定特别痒 对 是个恶性循环 还有一部分病人 我们在门诊的时候 碰到一部分病人 他就是痒 少痒得非常难耐 他会跟导医讲 我能不能提前看 我痒得实在是受不了了 那真的是 可见这个症状非常重 对 那您刚刚也说 这个神经性皮炎 是和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哪些情绪 会影响到他 有可能会触发他呢 第一个的话就是那种 用脑用的比较多了 一个是比如说做脑力劳动的人群 或者是学生呢 这个比较常见 比较常见 他的话原因有几种 第一个就是焦虑 对 脑子里面想问题想得太多 对 想得太多 压力太大 然后这个学习压力也大 就会很焦虑 对 第二个的话 也有个人就是处于家庭矛盾 我们也经常看到一部分 就是说中年的女性 对 女性里面比较 您给我们讲讲 比如您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家庭矛盾来就诊的患者 他什么情况 对 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最近的话 我碰到一个中年女性的一个病人 她本身的话工作也比较忙 对 然后的话跟她的状况的话 不是很和睦 经常闹矛盾 然后的话就出现了神经批炎 这个症状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是这方面的家庭方面 和焦虑这方面的原因 所以到我们这儿来以后 我们简单地一问 就知道她大致这个家庭 工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你给她做一个心理的疏导 因为她把这个问题 就是说压力 这种发病的原因的话 消除了以后 或者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 她这个症状就好了很多 对 那中年妇女的情绪 比较难以控制 和她们这个特殊的生理阶段 有没有关系 比如说像更年期 应该是说有一定的关系 确实是的 在女性的神经批炎里面 确实有一部分人 大概就是在将近50岁的时候 或者50岁左右的时候 比较常见 对 所以说情绪真的还是挺重要的 对 好 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原因 我们也知道 现在特别在城市生活里面 大家压力都比较大 要买房啊买车啊 结婚啊各种原因 经济压力比较大 所以的话在这个年轻人里面 这个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这个经济上的原因的话 很多人就是要加班的工作 想多挣点钱 然后又担心这个防弹 付不起 对 所以种种原因 结果就是导致这个 经济压力就大了以后 然后又出现这个神经批炎 对 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学习的 这个压力 这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了 聊到了 工作就不用说了 大家工作很忙 容易出现这个 还有一部分就是中学生 对中学生 面临的中考高考 然后的话又没时间看病 本来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一般的批炎 然后经济压力大 慢慢的就烧抓呀 这个长期没得到 经济压力没得到的环节 慢慢演变成了神经性批炎 这部分病人也确实比较多 比较多 经常他们没时间来看病 就是周末呀 或者放假的时候 跑来看病 然后你一问他 哎呀都是晚上做作业 做的十二点多 一点 对 做的很晚 确实 还有一部分就是病人 就是性格急躁 情绪不稳定 确实是的 这部分病人就是急性质 对 一到门诊来找 我们看病的时候 我们还没开始问 他就滔滔不绝的 不停地说 不停地说 然后还不让我们打断他 性格非常的急 这种人也是容易得神经批炎的 对 那这个不良情绪 有可能会诱发皮肤病 其实这种情况 还是非常常见的 对 对 比如说您有没有 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 然后它是由于发生了一种 什么经受了打击呀 或者怎样 皮肤上出现了这样的改变 我可以讲一个例子 前段时间的时候 有一个六十岁左右的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 她就是家里发生了一些事 她的儿子离婚了 后来过了不久 丈夫又去世了 然后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然后的话她就是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 然后的话 全身的话皮肤出现烧痒 压力的人倒是情绪也比较烦燥 然后到我们再来看病 在来看病的话 她就是因为我们皮肤科的门质量 有时候比较大 没有很多的时间跟她讲解 对 结果到我这里来以后 看我跟她解释的比较多一点 她就老找我看病 对 这个依从性比较好 依从性比较好 后来我也给她讲了一些这种 给她做一些疏导 疏导 然后的话给她开一些这种 缓解这种精神焦虑的这种药物 质养的药物 然后她觉得有效 然后就比较信任我 经常来看病 后来这个病慢慢就好了 对 那这个老太太还算是比较好 就是她依从性很高 对 还有一些依从性不太好的 这个患者 她可能问题就比较难以解决了 对 是的 因为这个皮肤病很多是慢性的 特别是神经批炎 有很顽固 时间比较长 你需要就是反复地去找医生去看 自己也要配合医生 做一些治疗 如果是说你自己 这种依从性不是很好的话 长期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案 这个症状就会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所以的话 这个也是不好的 不好的情况 而且反复发作 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 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对 对不对 那么刚刚我们讲到的是 情绪和我们皮肤健康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要请下角手到 实验区 接着为大家来科普一下 谢谢 皮肤里也会有虫子吗 中年的男性 他就拿着一个 装药的一个小瓶子 拿过来 把瓶子盖 盖得很紧的 然后我们就问他病死 他不说 他说医生 你先看看里面这个东西 然后就把里面打开了 你看 里面有一张纸巾 纸巾上面有一些皮线 皮线 他就指给我看 他说医生 你看 这里面这么多的虫子 这么多的虫子 你看我刚刚找出来的 精神压力大 对皮肤有哪些伤害 刚才说的就是一个 精神压力大造成的这种 斑突 传突和普突 这种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精神压力大造成的这种皮脂 分泌会旺盛 因为我们知道 人当你精神压力大的时候 体内会分泌 更多的分泌雄基素 分泌皮脂醇 心理疏导也会缓解皮肤病吗 实际上很多皮肤病的话 本身用药是一方面 心理疏导的治疗也是一方面 我们门诊比较常见的疾病 一个是银血病 银血病的话 本身它这种发病原因的话 涉及感染 免疫 遗传 等多方面的因素 但是它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跟神经精神有关系 我们碰到了很多病人的话 只要他精神一紧张的时候 这个银血病就会加重 如果他精神放松 心情愉快的时候 这个症状它会缓解 公共澡堂 真的会传染皮肤病吗 请继续关注百姓健康 好的 那第二种皮肤疾病 跟情绪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来揭开这个盖子 揭晓谜底 好的 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呀 夏老师 这是一个什么搓泥神细 这是一个搓泥 去脚质的预露 对 这两个跟咱们的皮肤疾病 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里的话我跟大家 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有一个姓张的阿姨 到公共浴室去洗澡 洗澡 洗了几次以后的话 他就觉得身上非常地痒 然后他就一直怀疑 那个澡堂里面 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然后导致他身上 皮肤被感染了 然后他就觉得那个地方 有异物 或者有虫子在里面 然后就反复地去烧抓 去戳它 但是这个问题又得不到解决 然后就是越来越痒 越来越痒 然后给他很大的精神压力 所以他就到医院去看病 看病就认为自己身上 有寄生虫 寄生虫 要我们把虫子 从他的皮肤里给找出来 然后结果呢 结果到我们那儿看了以后 我们听他讲了病死以后 我们就知道 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压力 引起来的一种反应 并不是皮肤里面 真的有虫子 对 他其实是精神 跟他这个精神压力有关系 他这个很像 悲公蛇影那个故事 对 然后就一直觉得 他自己好像把一个小蛇 喝到肚子里去了 对 其实就像我们大屏 揭示的第一条一样 我们来翻大屏幕 叫原发性精神疾患 如寄生虫妄想症 这个阿姨可能就属于这样 寄生虫妄想症 确实经常碰到 是吧 经常碰到 刚才讲的这个张阿姨 这种情况 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我们还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比如说上一次的时候 有一个中年的男性 他就拿着一个 装药的一个小瓶子 拿过来 把瓶子盖 盖得很紧的 然后我们就问他并死 他不说 他说医生 你先看看里面这个东西 然后就把里面打开了 你看 里面有一张纸巾 纸巾上面有一些皮屑 皮屑 他就指给我看 他说医生 你看 这里面这么多的虫子 这么多的虫子 你看我刚刚找出来了 我一看这不是虫子 但是 你都惊呆了 但是我 假装相信他 这确实是虫子 因为得到寄生虫妄想 真的这种患者的话 你不能直接地否定他 你一段否定他 他就有一种抵触的情绪 对 他就会强迫自己 要说 你们都不相信我 要说服医生 所以我就顺着他的思路来 我说你这个虫子 是在哪里找到的 他就把衣服一掀开 把腿上一掀开 里面已经被抓了 很多都出血了 甚至形成了溃疡 他说医生 虫子就是从这个洞里面 挖出来的 他自己就把自己的皮肤 都抓烂了 从里面找虫 对 然后后来呢 后来我们就跟他讲 我们说 你不着急 我们给你做个检查 看这里面是什么虫子 我们就把他带到 皮肤科的化验室 给他做化验 然后把这个腿上的皮笋 取一点死皮下来 拿到血绵镜底下看 当时我们也后来 跟那个 就是把他支开以后 跟那个化验的 跟那个医生讲 我说你 出了这个报告以后 不要单独地给他解释 让我们医生来给他解释 对 后来我们就 病人拿了这个报告以后 到门诊的诊室去找我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看 你别着急 这个虫子 我们给你找到了 找到了 我们现在通过药物 给你把这个虫子给杀掉 而且这个药是个特效药 效果非常的好 只要你用了这个药以后 这个虫子就会可以 彻底地清理干净 对 那真是一个心理战 对 对 给他一个心理的暗示 然后 对 这个病人就会 觉得这个医生的水平比较高 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他就会 医虫性高 配合你做这个治疗 对 当然 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你给他用的这个药 可能是一些 治疗他皮肤问题 治疗皮肤问题 本身就是一个治疗的药 本身可能 没有多大的杀虫子的作用 没有杀这个寄生虫的作用 但是你给他这个心理暗示了以后 他心理的这种精神压力 对 就会放松 就会解除 他觉得突然遇到了一个懂我的人 对 前面看的几个医生都不相信我 对 好的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寄生虫妄想症 接着往下来看一看 第二种情况是皮肤感觉性疾病 没有原发性皮损和用药 这种情况也是门诊上经常会碰到的 这部病人他到门诊来找我们看病的时候 他没有抱怨说身上痒有虫子 他只是说我老是固定在这个地方痒 比如说背上哪个地方 而且那个地方范围非常非常的小 就那么一个局限的一个点 他说我就这个点一痒 别地方都不痒 然后你给他仔细检查 皮肤上外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 可能就是一点轻微的抓痕 但是他这种描述的这种烧痒的症状 确实非常的明显 与这种我们肉眼看到的情况不大相吻合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也管它叫皮肤易感针 皮肤易感针就是说你这个局部的皮肤 出现一种异常的感觉 但是它本身没有气质性的病变 没有气质性 对 这个也是由于心理原因造成的 心理原因造成的 对 第三个是使用精神性药物治疗的皮肤病 就像我们皮肤科医生同行都一般认为 在皮肤科的门诊里面 大概有超过30%的病例 都是跟神经精神有关系的 这么多 比较多 其中有一部分病的话 通过这种心理的疏导 或者是简单的解释 达不到那个治疗效果 我们必要的时候会考虑用一些治疗精神 抗焦虑 抗焦虑的一些药物 对 比如说卡玛西瓶这一类的药物 可能负重不是很大 但是可以缓解这种患者的精神的压力 对 我们看最后一个是一些皮肤病 病发的精神急患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情绪的问题 有可能会导致皮肤病的问题 皮肤病久之不遇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情绪的问题 对 你说的对了 这种情况大致要分两种 一种是比如说皮肤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比较重的银血病 银血病或者是慢性的失疹 或者特异性皮炎 对 这一部分病人的话 因为长期的话皮肤的有比较大面积的皮肤的损悍 这个病的话治疗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或者是反复的发作 它会产生这方面的顾虑 第一个是我这种皮肤的损害的话 影响了我的外观 影响了我在公众中的形象 它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而且久治不遇 对 然后同时的话这个疾病久治不遇 然后它就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负担 想到我这个病又治不好 又花钱又痛苦 然后这个压力也很大 会出现这种抑郁这些症状 对 从而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然后情绪越来越不好 对的 对 肌病也不能够得到控制 对 这是一类情况 另外的话还有一类皮肤病的话 倒不是这个本身的这种心理压力造成的 它还是因为产生气质性变 比如说 对 红膜狼疮 系统红膜狼疮 如果它这个病情 它本身是个皮肤病 但是如果控制的不是很好 继续发展的话 会累积这个中枢神经系统 产生一些心理精神的一些症状 就这个情况的话相对比较少见 对 所以说好的皮肤科的医生 还能够帮助我们患者 调节他情绪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我们夏老师说的 刚刚给这个 有寄生虫冒想症的这位患者 看病的故事 夏老师是非常地有经验 对 我也是学到了 实际上很多皮肤病的话 本身用药是一方面 心理疏导的治疗也是一方面 我们门诊比较常见的疾病 一个是银血病 银血病的话 本身它这种发病原因的话 涉及感染 免疫 遗传 等多方面的因素 但是它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跟神经精神有关系 我们碰到了很多病人的话 只要他精神一紧张的时候 这个银血病就会加重 如果他精神放松 心情愉快的时候 这个症状它会缓解 所以的话我们碰到银血病的病人 我们也会跟他讲 就是说你放下思想包袱 配合医生的治疗 这个疾病可以控制得很好 虽然它不能够自断根 但是可以控制得非常好 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 没必要有那么大的 心理压力 心理负担 对 另外还有一个疾病 也是比较常见的 特应性皮炎 特应性皮炎的话 这种人群的话 往往就是从小幼年的时候 就开始发病 持续很多年 有些人到青少年的时候 就缓解了 有些人过了青春期 到了成年的时候 他这个症状依然存在 这个的话也是跟神经精神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我们知道 人一紧张的时候 会分泌一些物质 比如说激素水平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分泌皮脂醇 这些东西 产生一种应激的反应 时间长了以后 会影响这个皮肤的这种功能 影响导致这种人体的皮肤 对外界的刺激 更加的敏感 特应性皮炎的患者的话 因为他这种面积特别的广 所以的话 时间长了以后 这种皮肤屏障会受损 如果你这时候 精神压力比较大 比较紧张的话 他对外界的环境 就更加敏感的 正常的比如说洗澡 或者是接触一些那种异物 可能引起的反应会很轻微的 但是如果他精神紧张的情况下 他这种反应就会加重 加重 加重 加剧这种皮肤损害 对 所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良好的心态 非常重要的 对 其实说到这个就是浴液 沐浴露和这个搓澡精 然后我也想到了 就是咱们这个公共澡堂 是不是会传染一些咱们的这个皮肤病 就是说哪一些疾病容易通过这些公共澡堂来传播呢 就是说能不能让夏老师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可以 这个的话需要科普一下 真正的话 在公共澡堂这种地方的话 它通常是比较潮湿温暖的这种环境 主要是一个真菌 真菌容易在里面繁殖 然后我们在公共浴室这种地方去洗澡的时候 你通过搓澡啊 可能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轻微的破损 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真菌 可能会进入到皮肤里面去 形成的脚选啊 手选啊 或者体选啊 这些真菌感 所以这些并不是说是我使用了公共澡堂的这个一些器械 我有可能说是在搓澡过程中皮肤有小的性 破口 通过它潮湿的空气就有可能被感染 对 对 是的 对 那是不是说一些这个公共澡堂 它属于有大家在一起泡盆域的那种 就因为早一些可能有这种公共澡堂 还有温泉啊 比如说这些 对 就是早一些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好像就是 就比如说男女澡堂是分开的 但是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池子 就像我们电影那个洗澡里边这样 大家这个在里头泡着 这样的话会不会安全问题会更加应该担忧 这个也是需要这种经营这个公共浴室的这个地方的话 要经常的去消毒 去换液 保证这个公共场合的话没有这些带病的就是病菌 病菌 刚才除了说了这个真菌的话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常见的比较细菌 细菌 细菌的话比如说有时候你这个皮肤破损了以后啊 还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细菌的感染 比如说毛囊炎 毛囊炎就比较就是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 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病毒 单纯泡疹 你说这样的 甚至比如说HPV病毒 乳酮病毒 感染 当然这个都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就是说你皮肤本身有破损 破坏 有破坏病毒才能进得去 如果你皮肤本身是完整的功能正常的 它是有屏障 有屏障 有保护屏障 对也没那么容易感染 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 如果要是去公共澡堂洗澡的话 搓澡不要太大力 就是真的有的人搓完了之后 像突露一层皮一样 这样的话就给了很多病菌病毒 然后入侵我们的机会 对 那刚刚呢讲到了一些情绪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皮肤健康的问题 然后更多的科普知识呢 我们要到访谈区 接着请我们夏教授来为大家伙分享一下 精神压力大 对皮肤有哪些伤害 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精神压力大 造成的这种斑秃 传出和普通这种情况 对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精神压力大 造成的这种皮脂分泌会旺盛 因为我们知道 当你精神压力大的时候 体内会分泌 更多的分泌雄基素 分泌皮脂醇 这两个成分的话 都会促进这个毛囊的 这个分泌皮脂腺 造成这个头皮会比较油 焦虑也亦导致皮肤病吗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 这个与情绪有关的皮肤病呢 然后我们要请大家 大家在自己的脸上找一找 在对方的脸上找一找 改善情绪后 黄鹤斑能够去掉吗 请继续关注百姓健康 关注健康服务百姓 健好健康细胞 助力健康陕西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 是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轻力打造的百姓健康节目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宇阳 今天呢我们依旧邀请到的是 夏教授来节目里聊的呢 是关于我们皮肤健康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掌声欢迎夏教授 欢迎 夏教授您刚提到了有一些 组选还有首选对不对 我们知道组选其实是一种 比较科学的教法 我们还有民间教法 是不是就是狡气啊 类似的 其实狡气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 咱们先听听 叔叔阿姨们在家 是怎么处理狡气的 好吗 听听他们的民间方法 大家如果家人犯了狡气之后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去治养 家里的我们家的人有狡气吧 给它使那个淡盐水 对白醋 有用吗您觉得吗 也能缓解一点 好的谢谢 盐醋都上 我们家呢也是有人得狡气 狡气以后怎么办 都已经有感染了 后来就给它抹点点酒 点酒 对 但是也很杀的 特别难受 可是呢 也比你那个痒好 您这样治了吗 现在就好多了 就是您一直是用点酒擦是吧 对 那就还是没有完全好是吗 对 还是稍微有一点 但是不能捂 还是稍微凉一点好 好的 还有吗 还有方法吗 那个阿姨说说吧 得了狡气我就用清水洗 多洗几遍 保持它的卫生 那用热水还是冷水阿姨啊 就是水清水温水 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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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阿姨 然后您给大家支支招吧 您听听这些民间方法课行吗 对 点酒 盐 醋 刚才几位阿姨说到了 一个是用醋 对 一个是用点酒 对 还用盐水 淡盐水 淡盐水 虾白醋 这个有一定的杀真菌的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醋是酸性的 酸性的 对 这个真菌是不耐酸的 是 不耐酸的 如果你这个把皮肤的pH值降低的话 它这个真菌就会一部分的会被杀死 对 然后点酒的话 它这个广谱的一种抗菌的作用 对 不管是真菌呢 细菌呢 它都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 但是它不是专门的用抗真菌的一个药物 对 然后这个淡盐水的话 去清洗的话 可能会把这个表面的这种被感染的这种角质层 给去除掉 但是它本身杀真菌的作用也不是很强 这些民间的这些方法的话 只能说暂时的缓解 不能够达到自根的目的 对 其实我还听说过很多民间的方法 是吧 然后王医生不知道有没有听说 有花椒水啊 这个也挺值得 是不是很多患者问你 对 什么花椒煮水啊 有的重口一点放点辣椒 还有韭菜煮水啊 这样的 民间的一些偏方啊 这样的 可行吗 这些方法估计功能都类似的 不能够制根 对 那到底怎么办呢 您跟大家支个招 因为这个真菌的感染的话 本身真菌它是分很多种类的 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真菌 比如说 念珠菌 白色念珠菌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 就是我们经常得了脚气以后 或在脚趾压那个地方会发白 发白 有时候会出现是 有可能是念珠菌的感染 第二个呢 有可能是那个 表皮毛险菌的一些感染 甚至还有一些别的 一些通过动物来源的一些真菌 这个的话 种类比较多 在我们治疗过程中的话 最好是能用 专门抗争菌的药 这类药的话 有外用的 外用的话 现在市面上的 或者药店上有卖的也比较多 都可以作为外用药来治疗这个脚气 另外的话 就是还有一类药是专门口服的 因为我们知道 外用的药始终过程中的话 你很难做到 每个地方都涂到位 你可能看见的皮水你涂了 看不见的地方 你可能就没涂 有时候支不断割 而且外用药它渗透性 它是有限的 对 口服的抗争药 这个是临床上也比较常用的 这些药使用进去以后 通过胃肠道的吸收 进入到血液里面去 它可以弥散到身体 包括皮肤的每一个地方 所以它的抗争菌效果会更好 通常这种情况的话 是可以自断根的 那有些人就说 自己都是十几年的香港叫 或者是十几年的老脚气这样的 其实还是没有选对方法 咱们还是去医院看一看 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得了脚气去医院看 就觉得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事 对 其实还是挺折磨人的 而且像我们夏教授说 有的时候要内外双管漆下才能够制断根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广告上说的 某某某药 治脚气 什么某某某药 然后什么治真菌 就是它可以吗 或者说所有的真菌它都能够解决吗 所有由真菌引起的皮肤疾病 抹它都行吗 因为很多老百姓就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病 好像皮肤上一搔痒了 我就会去抹那样的药 这个的话我想有两点要说明 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家要识别 这种外用的药是否是正规的药物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那种药店里 卖的一些药物的话 它是没有批号的 没有国药准字这四个字 可能是一些什么销字号 或者一些化妆品装字号 它虽然宣称了广告里面的功能 它也有说杀真菌的作用 但是毕竟不是一个正规的药物 所以这类所谓的一些外用剂剂的话 最好大家别买 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大家要买那种 上面写了国药准字 写了抗真菌 这类药外用的药一般还是有效果的 第二个情况的话 就是到底是单纯使用外用的药 还是单纯使用口服的药 或者是双管齐下 这个药看你损害的这个情况 如果仅仅是单纯皮肤的这种损害的话 你长期坚持外用的药 一般来讲也够了 但是如果是同时合并有指甲的这种损害的话 外用的药是很难渗透进去的 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所谓的灰指甲 灰指甲有些是比较早期的 可能患者还不知道 他已经得了灰指甲了 有医生来判断 如果出现了灰指甲的话 最正规的疗法 还是口服抗真菌的药物 而且这类药物的话 要严格按照那个说明书上的剂量 按时的 按足够疗程的口服 才能够达到自断根的目的 对 然后所以说呢 很多皮肤病还是要早点发现 是的 对不对 让我们看一下下一种 和情绪有关系的皮肤病 是哪一种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压力大皮肤病爆发 逗逗 很多人都以为 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发言权了 看到没 然后今天我们编导还跟我说 能不能遮一遮 我说这没办法 因为疼了也能看到 然后这个痘痘 也真的是很多人的困扰了 对 这个青春痘 青春痘经常有人给我们抱怨 我已经过了青春期了 怎么还长痘 是啊 这就是我的问题啊 这其实它是一个误解 青春痘 我们医学上叫错创 错创的话 它严格上讲 从开始青春发育期 大概十几岁的时候 就可以长痘了 一直持续到 持续很长时间 三十多岁 甚至到过了四十岁 依然长得了人 也不为少数 不为少数 它实际上 这跟皮肤里面 这个有一些激素分泌水平 是有关系的 特别是雄性激素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当然这个 有很大的个体的差异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 确实是在精神压力 增大的时候 比较紧张的时候 特别是 比如说 他最近工作比较辛苦啊 读书比较辛苦啊 熬夜了 怎么第二天脸上 就开始冒痘了 因为这种精神的紧张 会影响你这个体内 这种激素的 分泌的水平 比如说你劳累的时候 或者是 长期压力大的时候 这体内的这个雄激素 会相应的 带长期的 会升高 但升高 那么你这个毛囊里面 有分泌 有这个雄激素的受体 那么它这种皮肤的话 会出现这种 就会长痘痘 出现相应的这种反应 这是合乎逻辑的 那很多女性同胞 这个每个月在生理期前呢 都会有痘痘 然后这个是不是 也和她们生理期的来到 然后激素水平的 这个变化有关系 对 是的 我们女性处于 月经期的时候 她前后的话呢 有那么一段时间 她这个激素水平 会出现波动 出现波动 这个的话 也是证明说明 这个青春痘的话 跟那个 那份蜜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 所以痘痘真的是 对 所以说我们出现痘痘 应该怎么办呢 应不应该去挤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 去把它挤一下 是这样说啊 因为这个青春痘的话 本身是一种毛囊 发生在毛囊皮脂线的 一种炎症 我们如果通过去 简单的去挤它的话 表面上看 好像把这个龙炮给挤掉了 去掉了 实际上本身是一个压迫 你压迫会把这个 挫肠杆菌呢 或相应的一些扩散 病原不是说话 往周边的扩散 而且造成这个局部 内部的这个炎症反应更大 所以你表面上 好像好转了 实际上 它内部的问题没有解决 下一次还又发 甚至发的比以前更严重 而且你在挤的过程中 会造成这种局部的炎症加重 当你这个愈合了以后 更容易留下色素沉着和斑痕 对 有可能会有痘坑 对 是的 这个是不可取的 对 然后所以说得了痘痘 一定要慎重啊 然后如果真的就是 痘痘非常严重 到了要这个轻痘 或者怎么处理的这种地步 还是要到专业的 我们的皮肤科去就诊 让我们专业的医护人员 给您处理 这样留下斑痕的几率 会大大减小 对 对不对 那么压力过大 还会有哪些皮肤上的问题呢 我们接着来看大屏幕 好的 这个是皮肤病爆发 有脱发 对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挺常见的 有人说这个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啊 然后一夜之间就 头发就掉了很多这样的情况 是 我想这个跟精神压力大 造成的脱发 我们也可以分类一下 一个就是斑秃 斑秃我们俗称鬼剃头 就是头一天还好好的 怎么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发现 头发就掉了一块 甚至好几块 就是民间就证明是鬼 半夜把头发给你剃掉了 就鬼剃头 实际上就是因为精神压力 当我们这个精神有压力的时候 局部的这个血管 头皮里的血管 它会收缩 收缩导致你这个 局部的这个营养会缺乏 导致这个毛囊的话会受损 导致这个出现一片片的 这个毛发的这个脱湿 比较轻的就出现这个头部 出现斑秃 我们就一片斑 斑状的 就斑秃 如果比较严重的出现 普通 普通就整个这个头发都掉了 再严重点出现全秃 眉毛 甚至叶毛这些地方脱落 这个门诊上也是会碰到的 那该受到多大的打击啊 然后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有 而且这种情况的话 多半介绍于青少年 是吧 你已经遇到过这样的患者 遇到了 遇到了 而且这种情况的话 有时候患者就会 就是家长把小孩给带过来 怎么医生我这个小孩的头发掉了 每秒啊什么都掉了 掉了他会问我们 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一些常规的检查 要排除一下其他内脏器官引起了疾病 引起了脱发 一旦排除了以后 我们给他下这个诊断 会告诉家长 这个小孩的可能是因为读书啊 或者其他的原因压力太大了 不要给他小孩施加这么大的压力 是 那如果因为压力太大 导致着脱发 这样的话 当情绪得到缓解之后 头发还能再长出来吗 如果是这个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因为我们知道毛囊的生长 它是有周期性的 通常来讲 如果你是三个月之内 出现了这种脱发的话 毛囊通常还在 我们的话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啊 同时缓解这个精神的压力啊 多数情况下毛发都可以 完整地长出来 但是如果你超过了达力尽的时间以后 有一部分毛囊会萎缩 如果再长出来会比较困难 对 也就是说要及早地去调整 对吧 要时间太长才有可能就 对 会长不出真正的这个健康的头发了 对 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精神压力大 造成的这种斑秃 全秃和普秃这种情况 对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精神压力大 造成的这种皮脂分泌会旺盛 因为我们知道 人当你精神压力大的时候 体内会分泌 更多的分泌雄基素 分泌皮脂醇 这两个成分的话 都会促进这个毛囊的 这个分泌皮脂线 造成这个头皮会比较油 我们知道这个头皮一旦油了以后 就是容易造成这种毛囊 本身的受损 造成这种脱发 这个的话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跟我们抱怨 说我的皮肤很油 同时又伴有脱发 我们管它叫脂液性脱发 对 脂液性脱发 脂液性脱发的话 它这种跟斑秃还不一样 它就是弥漫性的 皮脂分泌旺盛的部位 更常见的 比如说头皮的中间的部位 头顶部 这种地方也会比较常见 对 比较常见 这种情况的话 也是由精神压力大造成的 对 所以说还要提高警惕 对 有这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第一个 这个斑秃 第二种就是它这个 脂液性的脱发 对 对 脂液性脱发 其实是很多 这个男性同胞们 都比较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这个时候 要想一下 是不是情绪的问题 对 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 这个与情绪有关的皮肤病呢 我们要请大家 在自己的脸上找一找 在对方的脸上找一找 我们猜一猜是什么问题 好吗 对 然后咱们相互看一看 尤其是女性同胞 脸上更要找一点了 对 有人猜到了吗 脸上请在蝴蝶斑 和在老年斑 蝴蝶斑老年斑是吧 好的 谢谢 那位阿姨说说吧 不是雀斑 觉得是雀斑 是吗 好的 好的 谢谢两位阿姨 夏教授告诉我们 正确的答案吧 准确来讲 我们这个应该是 更常见的应该是黄鹤斑 黄鹤斑 黄鹤斑 对 黄鹤斑为什么会和情绪有关呢 我知道黄鹤斑其实困扰了很多女性同胞 黄鹤斑是发生于面部的 就是面颊这个部位的一种 比较前表的色素沉着 我们看这个屏幕上的这个患者的话 这个边右边这个脸上的话 有这种淡鹤色的边缘不是很清楚的这种斑片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黄鹤斑的表现 对 黄鹤斑的话 这个发生的话 多半建于40岁到50岁左右的女性 女性 这个是的话 黄鹤斑的话 它的发生的话 跟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系 第一个就是跟那片蜜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为什么出现容易在那片蜜状况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容易出现黄鹤斑 还有一部分患者会跟我们说 在月经期前后的话 这个皮疹好像加重的 说明它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原因的话 它是跟这个紫外线的照射有关系 紫外线的照射 我们碰到这种黄鹤斑的患者 我们会跟他讲 你尽量避免这个日晒 日晒会加重这个 加重促进这个色素沉着 第三个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跟焦虑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就是有些人 这睡眠不好的情况下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家庭关系不是很和睦的时候 这个黄鹤斑一下子突然加重了 变得比以前更明显了 说明它这个精神压力和焦虑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 而且很多女性同胞 长黄鹤斑的年龄 可能都在四十岁左右 就可能也是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年龄阶段 也经常有人说 这个女性同胞现在都不只是顶半别 因为我们是左手家庭右手视野 是吧 我们不仅的要照顾家庭 还要忙事业 所以压力都特别大 女性同胞就经常会出现黄鹤斑这样的困扰 是的 对 但是大家都说黄鹤斑特别顽固 对 因为身边很多女性去斑都是很多年的持久战 这黄鹤斑到底能不能去掉呢 黄鹤斑的话应该说是可以治疗的一个皮肤病 除了我们跟它分析就是说跟这种有一些诱防的因素 比如说那份蜜或者是精神的压力和日晒有关系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或消除这些因素的一些措施 另外的话同时有一些药物是可以治疗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外用的这个药 外用的药比如说有些药物的话可以改变这个局部的循环 可以促进这个宿素的消退它会缓解 第二类药物的话就是有些口服的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 它也有治疗这个黄鹤斑的作用 这类药物的话另外还有一个内容的药物 还有一些比如说含维生素C 含维生素C或者抑制这个氧化还原过程的一些药物 我们也可以拿来用 大剂量的维生素C它也是可以治疗黄鹤斑的 黄鹤斑经过治疗 虽然这个病过程很漫长 但是绝大多数患者经过治疗以后 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所以说不要绝望 只要我们去有一个正规的治疗都会有所改善的 这个我们夏教授也说了 我们心情一旦不好有可能诱发一系列的皮肤病 皮肤病要是久之不遇的话 有可能又会导致我们情绪的问题愈演愈烈 进入到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当中 提醒大家我们的好的情绪真的非常重要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场外观众互动的环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互动平台 好的 第一位朋友说 去年秋天我脸上突然一块皮肤开始起皮 一开始没注意 过了几天有点痒 面积也越来越大 到医院一查 结果是过敏性的皮炎 我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也是我们皮肤科门诊的医生经常遇到的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这个面部的话皮肤是长期处于一种暴露的情况 也是过敏最常见发生的部位 这个患者的话 他是一个在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 面部的起皮 他可能是一种比较轻微的过敏 轻微的过敏 然后但是没有经过正规的治疗 然后皮肤可能会对这种外界的这种过敏源 可能会越来越敏感 所以后面的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 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建议到医院来就诊了以后 如果症状不是特别重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口服的抗阻痪的药物 同时的话外用一些不含激素的 这种外用的一些软膏乳膏 可以通过治疗 多数患者都可以得到缓解 如果这种情况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检查查过敏源 排除环境中一些可能导致这种过敏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食物或者花粉 一些植物 甚至一些动物的皮屑宠物 比如说猫 狗 甚至一些皮屑 我们都可以检查出来 排除这种诱发的因素 也可以达到自根的目的 那像这样有过敏源引起的这种过敏反应 是不是除了我们不要去接触过敏源之外 只能通过药物 你不能说是把它这个 对这项东西过敏给它根治掉 因为人体一旦发生了过敏以后的话 如果你不用抗过敏的药物 简单地脱离过敏源的话 只是起一个缓解的作用 我们要通过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的话 让这个身体的话 免疫的话经过来达到平衡 这样的话可以 一个是口服的药物 另外一个避免接触过敏源 双管齐下才能达到自根 对 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 好的心情 不仅仅是和我们皮肤的健康相关 和我们全身的健康呢 都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还是 如果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 就要及时调整我们的心情了 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夏老师 感谢您非常精彩的分享 谢谢您 好的 关注健康服务百姓 健好健康细胞 助力健康陕西 感谢您收看由陕西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 亲力打造的百姓健康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咯 拜拜 拜拜 角气的感觉 角气的话也是我们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皮肤病 如果发生着角气的话 我们要区别地对待 角气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单纯的皮肤的真菌感染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角气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我们在合并角气的同时 还会发生灰指甲 也就是甲犬 如果是单纯的角气 我们可以使用外用的乳膏脂剂 或者软膏脂剂 就可以治疗 如果合并有甲不真菌的感染的话 我们需要到医院找医生就诊 看是否需要口服的抗真菌的药物 这样才能达到治标和治本的目的 这是一种老年人常见的突发症状 人明白 但是说不了话 眼睛能上下动一点 四肢都不能动 壁索综合症究竟有多凶险 过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所以很多人做了之后 不死即惨 壁索综合症 预示着人体哪里出现分析 很多的功能都是在 一个输入苦的地方 如果他出的地方 那怎么样 百姓健康 特邀中国炉内支架手术第一人 王大明教授 为您解释 后脑梗更凶险 每天下午6点20分 欢迎收看大型健康